哈囉 歡迎回來 月世界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再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前幾天好像看到一個新聞說 最近台灣的那個 年輕人的自殺率啊 漸漸的攀升 好像學生一年就 自殺然後往生的 高達76件左右 那特別是在2016年時候 在印度發生的事 這個事件更是嚴重 新聞指出說 平均每55分鐘就有人去自殺 其實 玩遊戲大家都是去放鬆心情 那請大家就是 有時候放鬆的時候 偶爾偶爾要住一下身邊的人 然後多關心一下身邊人 他的一些舉止行為 那以防一些漢似的發生 就是 其實大家知道3C產品的那個 出事之後啊 搞得 其實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那個 溝通跟橋樑好像 有點給他斷裂了 那在玩遊戲的同時 我想說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有空有機會呢 就稍微 偶爾付出下您的關心 讓別人知道說 這個世界其實還是有溫暖的 那影片就正式進入到主題喔 我想要聊的是爭戰的部分 那其實對V0玩家來說 爭戰的話呢 在快速作戰這裡 請你務必每天一定要 全部都用完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他會多個 三次的免費 然後可以好像可以壓到 不知道九次還是幾次 那這過程中就可能要花 花上不少元寶 那就會希望大家在元寶的囤積上 那之前月世界好像講的是300 那或許這個元寶的囤積量 原本的那個300 應該不只要300 因為光商城部分 這個招顯令就是300 所以加上這邊的話 有機會的話 月世界會建議大家 平常的話 元寶的保留應該要 庫存量在 請抓到800之間 800到900之間 因為萬一如果有機會 那個快速作戰多一點的話 好像每一次都 他的末三次好像有 都是100 那就是300 前面好像還有50的 那兩個300就已經600 那還要5050的加起來 應該我猜也有800 至900之間 那你把元寶留下來 快速作戰 你的等級升得越高 因為很多東西 像月世界現在才106等而已 最近也才開放那個 七三之戰 那你如果等級 一直趨在下面的話 你就沒辦法 開啟很多 一些活動 來拿到更好的資源 讓你的那個 隊伍的那個能力 往上增加 所以原則上 在征戰部分 快速作戰 請你一定要 務必每天都要 即使要花元寶 也要把它填到完 那在剿匪的部分 原則上當然是 接紫色為主 那現在的話 花月世界有幾項會 不接 第一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奪寶部分 因為現在奪寶部分 其實已經來到500多張 那原則上就比較不缺 你就可以去看說 假設說 每個月的英雄崛起 他的任務是500 終極任務是奪百五寶四毫 那你盡量保持在 可以接到任務 然後完整狀態之下 你覺得你的奪寶券不缺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在那個作戰的過程中 交匪的過程中 他有那個 呃 這個像這個 那個奪寶券 你就可以不要接 那 那在 有時候會出現這個 像這個紫色的四星降紋 喔 四星降紋 你可以選擇不接 因為到末端的時候 其實在副本的狀態之下 那個 這個都會給的很多 所以到末端的話 其實那個紫色的 隨機五星 四星降紋其實都會蠻多的 但是 越世界會建議你 呃 針對 各國的四星武將 我 我會覺得建議你要接啊 因為有時候啊 當講 假設你要去練某一隻角色 那 那你會發 你會發現 發 你有可能會發生一件很靠北的事情 就是說 欸假設我當然 我要蠻寵好了 那剛好 我覺得蠻寵就差 兩隻 因為 那個 四星的 五星的時候呢 他就必須要 自己 本身兩隻 然後再加上那個 幾隻那個 隨機的四星武將 再加上三星武將 三星武將 一定是不會缺 但四星武將也 這個也 倒也不用怕 主要就是怕 本身的兩隻 一直弄不到 那你如果假設這個時間點 你剛好你的衛國都有 那你就比較大機會 因為 紫色 隨機降魂來說 不一定可以抽到衛國 而且就算是衛國 也不一定是蠻寵 所以請你在目前 除非你的各個武將 已經來到 十星或十一星 你不缺 你不缺 那個 特殊武將的時候 你或許可以 但是有時候 你必須和 他任務會指定 你要合出一隻 六星武將 像有時候 你七日目標 然後在 融合聲輝這裡 他有時候 就需要 需要你去融出 五星 五星武將 以及六星武將 那你可能剛好包包裡面 假設你就只好 假設你就只有那個 呃 這個 大橋好了 那大橋他要那個 髒虹 是不是 不知道髒虹 如果那個知道發音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我每次發音都 都 都 都那個 有 有邊讀邊沒邊讀 中間那種的 那你 你可能就像這樣子 你剛好就缺一張 兩張髒虹 那你又剛好 如果都沒有那個 那個 五國的四星降穩的話 你就會變得非常難抽 當你有指定的四星降穩的時候 你的 相對率就會往上提升 抽到的機率 那你去解任務的過程中 就會比較 不會收到阻撓 原則上 月世界會一直說 V0玩家 針對每一次 新開的活動 請你一定務必要 把所有的那個活動獎勵 拿好拿滿 你才有更多資源來去 足以支撐你後面 一直往下走 所以 請你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後 我看一下 比五令的話 就看各位 像 我們擂台 月世界會建議大家 在七天 六天七天之內 一定要打滿 一百二十次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右上方的那個 那個這個令 原則上令可以透過 有那個神明商人 以及 好像那個 史詩戰場 這裡也可以拿到 那個 關肚子戰這裡 也可以拿到 比五令 可以用買的方式 所以 如果說 你的現在比五令 假設像月世界 這樣子 是一百六十八的話 我就可以建議你 稍微不要買 然後等到 天數快結束的時候 你的令還是沒有 假設已經低於一百二了 那你在真正的 絞肥的過程中 請你就稍微的委屈一下 接他一下 不要 但是請你接絞肥的任務 一定要接 紫色以上的那個 那個任務 這個一樣都是 雖然說時間不同 但是你去 必須 耗掉的那個 絞肥的資源 是相同的 所以說 你如果接白色普通 但是一樣耗掉兩千二 但你就很虧 你只有拿到十塊錢而已 但是他如果來到 紫色的話 通常會有一百二 那紅色好像是三百 是不是 所以說 原則上 像月世界就會接 特殊指定的四星 五國的各個四星的那個 那個指定的降魂 那 不用說 高級招募令 是一定要接的 那有錢 我當然是也會接 那神農多寶券也是必接 因為神農多寶券 可以讓你拿到更多資源 然後我想一下還有什麼 這裡的話 五星降魂是必接 反正只要是五星降魂就接 但是就是任務一定要先 應該沒有五星降魂在 非紫色一下的 所以 對於那個 絞肥來說 大致上 必接的任務 對 V0來說 玩到現在 我覺得啦 會有玩家說 他直接 可能接高級招募令 可能直接 那個五星的降魂 不管他是隨機 或不隨機 然後他接 他可能接那個 神農多寶券 那他的筆五令 如果不缺的話 當然是不接 原則上 你就看你缺什麼 接什麼 但是筆五令 就是一定要 讓每週刷好刷滿 因為筆五令 你把它刷好刷滿之後 可以拿到兩張的招募令 以及 應該會有 你看兩張神農多寶券 一張高級招募令 兩張高級招募令 所以是兩張高級招募令 兩張神農多寶券 以及兩張的招 那個招募令 那原則上 還是建議大家 隨時注意自己 那個 目前手頭上的資源 來去 去做因應跟分配 那就奪寶 奪寶來說 你如果像月世界 現在是奪寶券 有五百多張 那在 在這個 英雄崛起 這裡的終極任務裡面 其實也 解到了 三百多了 所以下一次 在目前 在耗費的情況之下 也是一百多而已 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 需要 一定要再 增加那個 增加那個 多寶券 就是普通的多寶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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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征戰部分 國戰這裡 月世界稍微的跟大家說一下 對V0來說 如果你戰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請你 至少 針對那個積分獎勵的部分 他有每日的 比方說他要 耗 耗牽移令好了 這能耗的 假設你打不贏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牽移到某個地方 假設牽移到 然後 我們現在是要打那個 紅色國家好了 那我們就 遷移到可以打的地方 假設是這裡好了 那我不管 我打不打的贏他 我不管我打不打的贏他 我就遷移到這裡 那我是耗一次的遷移令 然後我就可以領 那個積分獎勵 然後如果有機會 可以去買的話 就去買 不知道商店是不是我們的 可以 那我們剛好就可以買 請你就買一下高級招募 一百塊 也比那個 一百四十七要便宜吧 那個打六找 那一百四十七是不是 那這個就可以買 你能解就解 我覺得能解就解 那 在進攻部分 你就要去看 稍微去數一下 這樣這個 就是打不贏 所以但是打不贏 你可以有條件 就是說 相遇世界雖然打不贏 但是他 我就會 每天假設他消耗 五個攻擊令 我也不管他 我就狂打 打到滿 打到爽為止 那我就可以透過積分的獎勵 來去領到其他的資源 像這裡的資源 都可以去陸續領到 所以請你一定要 就是針對 那個積分任務 每天去稍微去巡視一下 可以解的 你就把它解掉 通常V0來說 戰力如果不足的話 很難去跟 其他人做競爭 所以說 你也可以透過攻擊的次數 來去換得這個軍工牌 反正你打他 贏的話 我不知道是100還是多少 輸的話 好像也有60吧 那你多打幾次就有 只要你的工程令夠的話 那你千移令夠的話 你就稍微去注意一下 不要讓千移令太低就好 那你就可以稍微去看 然後去 反正能攻擊就攻擊 不能攻擊也無所謂 這個是 對啊這個我們都打不贏 我150萬 他都190萬 我在想 那個很弱的 通常都會躲在裡面 所以他也不出來 就無所謂了 靠他們這 這一幅的人好厲害喔 每一個人都很強 所以就 我覺得 在這裡就是這樣子 然後 大轉盤部分 原則上 因為我也沒有錢 所以我也不會去買那個券 來去轉這個東西 因為 因為 就是資源分配的問題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說 在積分獎勵部分這裡 你一定要針對 能解的盡量解 然後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五日目標 比方說五日目標裡面要 耗掉五個千移令 你就反正 時間快到之前 每一天耗一個 總 你就可以拿到350 然後積分拿一拿 至少你可以一直往下解 那即便我們拿不到 比較好的戰棋 至少可以從普通戰棋裡面 因為世界也有開過藍色的 目前沒有看到紫色 橙色跟紅色 那最最差的就是綠色 那紅色部分 我也透過解戰棋任務 來去解到 解到 所以說 請你就是盡量針對 國戰部分 就算你沒辦法去打 也盡量的 將裡面的任務 稍微的解解他一下 來去 算是有點小技巧的方式 來去獲得相關的 對應的獎勵 即便說我們真的得不到那個獎勵 那越世界 剛好今天爬 爬到了400層 然後看一下煉獄塔 然後他這個煉獄塔呢 也是有那個 他也是有星星數的 他跟奇山之戰也是一樣 所以你必須看一下 而且每次通關好像都有給元寶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的 去趕快去把它打一打 六回合不知道六回合有沒有清掉 應該是可以的 這個還可以直接跳過不錯 可以 那通關時間是兩分鐘 那這是裝備進階石 這是新的 我還不太知道 看一下裝備進階石要幹什麼 所以裝備可以進階是不是 要怎麼進階 好喔 我是蠢蛋 我還不知道裝備進階石是在幹嘛 因為我今天才剛升 爬到400層 如果你知道裝備進階石在幹嘛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讓我知道 那我們可以再 再稍微的研究一下其他的東西 那以上是這則影片 針對剿匪的部分還有一些 其他的東西小技巧的部分 稍微跟大家做分享 原則上越世界不是一個專業的玩家 因為還要上班 不是全職的 所以針對遊戲的攻略來說 不會說到非常的精闢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 創了一個 算是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去討論 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 分享在下面讓我知道 那原則上我覺得 玩遊戲過程中還是 不只是僅限於在玩遊戲 而是說 透過玩遊戲的過程中 大家看看影片 然後聊 也可以稍微聊聊天 然後在下面留言 那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你看到什麼現象或現況 雖然這個不是這是遊戲頻道 但是我覺得也是 偶爾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人事物 下一次月世界來分享一下 一些月世界的糗事 來給大家知道好了 那以上是這則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喜歡我影片的麻煩歡迎 請在右下方幫我按起訂閱 順便幫我開啟小鈴鐺 按讚加分享 感謝大家 祝大家明天還有個美好的禮拜天 好感謝大家 拜拜